經過三大阿僧集結 積極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 所成就的功德莊園 但是這個自受用身是別人不能夠攀岩的 是佛陀自己受用的 在那個地方受用 常樂我盡 菩提絕法樂 涅槃幾經樂 那麼佛陀在自受用當下 能夠同時獻起的他受用身 如來獻起他受用 十地菩薩所批基 來教化十地的菩薩 初地 二地 三地 乃至十地的菩薩 就是他受用就是報身 為十地菩薩說法所獻的報身 那麼這兩種受用身呢 他所依的圖就是受用圖 或者講報圖 報圖 我報得報圖 那麼第三個是變化身 變化身在天大中叫化身 化身簡單的叫化身 為嗜血叫變化身 那麼變化身在為嗜血分成了三類 第一個是千丈的金身 這個千丈的金身是為內凡的菩薩說法用的 內凡菩薩 內凡的菩薩就是釋交行為了 雖然他還沒有進出出地 但是呢他的禪定 他的智慧已經很高了 那麼他看到的佛身是千丈的金身 那麼 藏六的金身呢是外凡的 一般我們啊 外凡位的菩薩 資料位的菩薩 來自一般的凡夫二稱 看到佛的身呢是藏六的金身 藏六的比丘下 那麼第三個是水類化身 這個水類化身呢是怎麼說呢 就是說啊 因你何身得度 佛多就欠何身而被說法 立即卸妥 一般的千丈金身跟藏六金身啊 他來到我們的凡夫的世界啊 那麼他會遵循我們凡夫的情況 也是有所謂的 出身 童子相 乃至於那七相 出家 成道轉法的陸列盤 這個千丈金身跟藏六金身 是有一定的八相成道 但是水類化身不同 可能佛陀你一時的感恩他 隨時獻賢 因緣結之後 他馬上消失掉 這個是水類化身 那麼他所依止的土是變化土 簡稱為化土 那麼這個是講到佛身跟淨土 在淨土法門裡面啊 如果我們注意一下祖師的開始啊 經常會發生一個問題就是說 就問啊就是說 這個極樂世界啊 這個一陣二暴的莊嚴啊 到底是 暴土還是化土 是阿彌陀我 無量節來 積極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所成就的暴土 無量的光明 無量的向好的暴土 還是一種變化土呢 這個這個 這個我們如果看這個 進度生無神論啊 就有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怎麼回答呢 就是這樣我們教理說明 就是說啊 這個三生啊 仕途啊 它是一體的 那麼一體的啊 如果我們是一個 大約往生的凡夫啊 我們到了極樂世界 我們發現的這個極樂世界一陣莊嚴啊 就是化土 我們看到阿彌陀佛就是 佔佑的今生 我們發現的這個國土 就是變化土 那麼如果你進入了出地 你已經練佛練到了禮儀心 那麼禮儀心的時候 你到的極樂世界 你看到的阿彌陀佛那是不得了 八萬四千像啊 一一像八萬四千好 一一好八萬四千光明 那麼你看到的阿彌陀佛就是怎麼樣 就是道神 那麼你看到極樂世界的功德莊嚴啊 就比阿彌陀佛今所說的更莊嚴 你看到的是道土 所以這個地方講啊 齊悅花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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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什麼界位 我們看到的佛身佛土就是這種情況 我們可以這樣子再把這個理論推廣出來 比如說我們講 釋迦牟陀佛在兩千五百多年 在印度的四線發動成道 如果是我們現在的凡夫啊 我們如果在那個時候看到佛陀的 他也是啊 也是從這個摩耶夫人裡面 又寫又禿 那麼藏又今生 對不對 我們是生死凡夫嘛 我們看到的就是佛陀的一齊的變化身 他所依此的變化圖 但是如果是一個出帝菩薩 凡世音菩薩在旁邊看呢 他看到佛陀是獻爆身啊 做了千月寶年啊 所以這個佛身淨土呢 他是完全是一體的 那麼眾生呢 齊悅花獻 齊悅花獻 這個佛身淨土的吃點 那麼這個是講到一一正的莊嚴 接下來我們再看講義八十八面 那麼我們來別視 把這個佛所成就的二轉一國 做一個解釋 第一個我們先解釋涅槃 那麼涅槃呢 他是印度化 歡誠中文呢 大致有兩類 第一個呢 歡誠中文叫極滅 那麼這個極滅是就因地來說的 就是說啊 他能夠熄滅內心的一切的煩惱 叫極滅 他能夠熄滅內心中一切的煩惱 那麼能夠熄滅三界的陰 三界的極地 那麼第二個解釋呢 歡誠中文叫無聲 這個無聲是就果上來說的 他已經不再招感三界的生死了 沒有三界的極地 沒有三界的苦地 苦疾二地呢 三界的因果通通消滅了 那麼叫做滅盤 即滅跟無聲 好我們看陳偉師們的解釋 四明 此歲本來自信親近 而有克障 不令不嫌 真聖道生 斷筆障固 命其向賢 明得涅盤 此意真如離障而失色 故體即是親近法界 那麼什麼叫涅盤呢 就是他雖然是一切眾生 本來的自信 是親近的 無露的 就是說一切眾生 那麼他本來自信 是親近的 但是呢 而有克障 這個克就是克人 簡卑他不是主人 這個障指的是煩惱障 煩惱障 那麼這樣子講的話呢 我們從維氏 像這種這種 這種名詩的定義啊 其實維氏寫他也是主張啊 何其自信本質親近的 雖然他強調有本性助走 每個眾生都有煩惱障 損失上的種子 但是在這個地方 這樣一個克制就是說啊 這個克人的意思就是說啊 你本來不是住在這個地方的 那麼你是後來才來的 那麼這句話是說啊 本來我們的自信是親近的 那麼因為無死絕來這種希望的欣喜啊 才有這種煩惱障的彈性 所以這個地方講克障 那麼由這種克障啊 這種煩惱障啊 覆蓋了死令這種煩惱啊 這種功德的妙眼不能顯現 那麼怎麼辦呢 真勝道勝 等到我空智慧現前的時候呢 那麼斷除了煩惱障 使令這個煩惱障的相狀 這個相狀就使得它的作用 這種寂靜的功德 能夠開顯出來 那麼安利叫做煩惱 換句話說呢 這個煩惱障是我們本據的 因為無死絕來為煩惱障所遮蓋 我們現在就我空關 把煩惱障去掉 使令它能夠開顯 那麼這樣子叫做德烈盤 叫做德 那麼此意真如離帳而失色 這個是就著我們真如離開的煩惱障 而失色烈盤的名稱 那麼它的字體就是清淨無露的法界 人完全遠離一切煩惱的這種無垢 清淨無露的法界 那麼這個是做一個解釋名稱 那麼它的功能 它的意別有四種 烈盤 那麼這四種當中啊 第一種是就著信德來說 完全是就著眾生本據的信德 那麼信德就是說啊 一切眾生法有本據 法有本據的 那麼二三四啊 是經過我們努力休閒以後才開顯出來的 這種功德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 本來自信清淨烈盤 那麼我們這一段的分成三段來說 第一個是個總說 為一切法相真如離 就是個總說 好 那麼這個裂盤怎麼說呢 這種清淨的法界怎麼說呢 一切法相 一切法相呢 就指著五運十二處十八界 種種的色心諸華 那麼這種法相 所依止的真如離體 就是裂盤 一切射清 引起的色心諸華 所依止的真如離體 就是裂盤 這是一個總說 換句話說啊 裂盤是提 那麼一切法是用 是這個意思 那麼下面就在別名了 雖有克蘭而本性盡 雖然我們凡夫有克蘭的染污 煩惱障的染污 但是呢 它的本性還是清淨的 好像說一個模擬寶珠 丟到了廁所 但是呢 這個廁所 也並不能夠真實的去染污這個模擬寶珠 染污不得的 所以講 雖有克蘭而本性盡 第二個 既無數量微妙功德 在這種清淨法界當中啊 他記住的無量無邊的微妙功德 諸佛的三生四智 種種的 陀融尼三昧 都記住 那麼 無生無滅 戰若虛空 那麼什麼叫無生呢 過去無死 那麼什麼叫無滅呢 未來無終 他是無死也沒有終的 無生無滅 那麼 戰然不動 流落虛空一樣 演一切的生面相 那麼一切友情平等共有 一切友情眾生都共有 那麼 凡夫也有 凡夫眾生也有 聖人也有 那麼不但是有 而且是平等 這個平等就是說啊 再煩不減 再生不爭 你是一隻人 你是一個人 那麼你的涅槃 跟 一隻螞蟻的涅槃 的功德完全一樣 跟佛的涅槃完全一樣 就平等 不但是共有 而且是平等的共有 平等的共有 只是說我們沒有開顯出來而已 好 那麼陳和斯論啊 他就很有次第的 一段一段的來 透過語言文字啊 讓我們慢慢了解 這個滅槃的形象 接下來 一切法 不依不義 那麼他在一切延期的法呢 不依 不依就是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一切延期法啊 是生滅的 滅槃是不生不滅的 所以講不依 一個是生滅的 一個是不生滅的 那麼不義怎麼說呢 不相離故 這個生滅的作用 跟不生不滅的體啊 他們兩個不相離開的 不相離開 這叫不義 一切法 不義不義 那麼 離一切相 一切分別 行思入絕 源以道斷 為真聖者之內所證 那麼 在這種涅槃啊 這種清清的法界當中呢 離開一切的吃別相狀 而且離開的希望的分別 那麼也可以說是行思入絕 源以道斷 那麼 不是我們凡夫所能夠思維的 也不是明眼所能夠形容的 行思入絕 源以道斷 那麼 怎麼能夠施斷呢 為真聖者之內所證 完全是真聖者 這裡的真聖者啊 起碼是出地以上的菩薩 才能夠自己能夠清正到這種 極盡無為的境界 我們這個語言文字呢 只是大概做一個形容 那麼要親日正德的話 一定是要出地以上的境界 最後的總結 極性本極與孤明涅槃 他的體性呢 是極滅的 這個極滅是說啊 他是對著煩惱來說 我們凡夫的心啊 是不極滅 不極盡 因為有煩躁腦洞 癌壞身心的煩惱 那我們把煩惱去掉以後呢 我們的內心就是極盡的 極盡的 那麼他的體性是極盡 所謂叫做涅槃 那麼這個是講到 這個涅槃的 第一個 本來自信清淨涅槃 是我們眾生本聚的 我們看第二個 有疑依涅槃 為其真如出煩惱障 雖有為苦所依未滅 而葬永吉 過敏涅槃 那麼這個有疑涅槃 是小村的涅槃 那麼真如 經過我們的修習 無文別治以後啊 他能夠處理的煩惱障的殘腐 那麼 雖有為苦所依未滅 那麼 這種涅槃呢 還是這個身心世界還有輕微的痛苦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肉的色身啊 這個生命體還在 那麼生命體還在呢 還使他感到這種 這種果爆啊 有輕微的痛苦 但是呢 而葬永吉 整個煩惱障啊 完全消滅了 顧名涅槃 這句話是說啊 我們從四帝法來看啊 古吉滅盜 古吉呢 二帝是生死的 流轉 流轉人 那麼這個阿羅漢聖哲啊 他能夠以這個無文別治啊 火空官啊 把三界的極力 這種煩惱污垢去掉了 所以講 葬永吉 整個煩惱障消滅了 三界的陰已經完全消滅了 但是他這個有肉的色身還在 他的三界的苦果還有 那麼三界的果爆還在的時候呢 他還是有痛苦 所以我們在紀念上說呢 那個屁吃火去脫波啊 他碰到天氣之後 他還是會中暑 那麼中暑的時候呢 他內心也是感到不舒服 那麼這句話是說啊 雖然說 他的煩惱 他的極力已經沒有了 換句話說呢 只要他這個生命結束 他這一面 下一年無聲了 他不像我們啦 我們反覆不同 我們反覆啊 前一手即進 附身一一手 我們煩惱這樣還在 所以呢 我們這句果爆結束以後呢 我們從十二音樂裡面啊 無名言行行言誓 我們又得到一個誓 又得到一個包胎 又要脫胎 因為我們三界的極力沒有消滅 但是這個奧羅瓦呢 他的極力消滅以後啊 他這句果爆只要一凋零一結束 他就不再造反三界的盛世 就好像說 一個轉動的輪盤 這個電源被拔掉了 但是你電源拔掉的時候呢 這個輪盤還有一些剩餘的勢力 但是只要這個輪盤一停止 他永遠不再動 這個就是友誼裂盤 他三界的煩惱完全被消滅 但是他的果爆 有肉的果爆還在 所以呢 他還有一些身心上的輕微的痛苦 這個苦地還有一點點 那麼但是他的帳永急 他的陰地完全消滅 過敏涅槃 這個就是講的 二稱人的友誼一涅槃 第三 無誼一涅槃 為其真如出生死苦 煩惱已盡 一一一滅 眾苦永急過敏涅槃 這個是講到 也是二稱的涅槃 那麼真如出離了三界分斷生死的痛苦 不但是煩惱已盡 三界的極力完全消滅了 我公關把整個煩惱障消滅了 而且 他的友誼射生呢 也結束了 他這一集的果爆也結束 這個時候的阿羅漢啊 陷入這個三昧真佛啊 就講啊 我生以盡凡夢以利啊 所作皆半不受惑有 就把這個三昧真佛 把這個射身燒掉 因為他生命結束了 因為佛陀自戒啊 這個不殺生裡面啊 不但是你不能夠殺害對方 你殺害其他眾生 善品不可悔罪 那麼如果你殺你自己 忠品也是忠品的殺戒 那麼阿羅漢他知道佛陀自這個戒 他雖然 贈得了友誼獵凡 但是他不敢自殺 他必須慢慢等 一直等到他這一集的果爆 他的夜報完全結束了 他知道 我在這個三界這一集的果爆結束了 這個時候他就敢把這個三昧真佛殺掉 殺掉以後呢 他就進入了五一獵盤 所以呢 眾苦永吉 整個三界的陰跟三界的果完全消滅 不明涅槃 這個五一涅槃啊 我們再做一個簡單的說 比如說我們看啊 在整個佛法裡面啊 把修行人叛作大乘跟小乘 但是我們看到佛在世的時候呢 不見人尊者啊 來自於教祭尊者 都是很主動積極的去度化眾生 到哪一個地方去啊 弘揚佛法教化眾生 那麼為什麼 我們會把設立佛不見人 這個阿羅漢判作小乘呢 是阿羅漢他也是積極的 從事這個利他的事業 你看南昌國家也是一樣 積極的做利他的事業 為什麼判作小乘呢 主要就是說啊 菩薩道的利益重生是窮未來積極 但是小乘的這個菩薩道啊 他只有這期生命 只要到這期生命結束了 他就不來了 他就進出五一涅槃 因為他要進出五一涅槃 他有這種心態 因為他因地的花心 就處理清 觀三界如牢印 似生死如焉家 但其實是不一度人 沒有菩薩的廣大行驗 眾生戒定我焉方禁 菩提道成我焉方成 這種無樣無邊 時空無盡的這種焉禮 那麼 因為小乘有這種五一涅槃的觀念 所以才被判作小乘 他一旦進入涅槃以後啊 跟三界就沒有來往 我看這個寧峰中的裡面啊 偶爾大師就引用一段 經典的這個故事說 有一次佛陀啊 你的諸大弟子阿阿羅漢 他有在家居士 到了一個墳墓的地方 那麼到墳墓的地方去啊 佛陀就拿一個墳墓的骨頭說 問弟子說這個是誰的骨頭 他的弟子說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骨頭啊 他過去是叫什麼名字 造什麼業 現在去哪一個地方投胎了 佛陀就點點頭 那麼第二個又拿一個骨頭 弟子又以神通來觀察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他做什麼業 現在是什麼果報 第三次佛陀拿一個骨頭以後啊 弟子們入定啊 結果不知道這個骨頭啊 這個人到底去的哪裡 不知道 好像說這個這個人在這個三界裡面消失掉 後來佛陀說這個人啊 這個人啊是一個阿羅漢 他進入了五一一涅槃 他跟三界完全沒有來往 在這個地方講 涅槃 完全是不來 不來整個三界了 好 那麼第二個第三個都是小聲的涅槃 好 第四個大聲的無助處涅槃 好 為其真如出所之障 大悲波雷常所苦意 有時不住生死涅槃 利得友情窮未來盡 又有長期孤敏涅槃 那麼無助處涅槃就是說 真如 那麼經過我們的這種佛陀道的休息 我公關 那麼能夠 那麼我公關 跟法公關以後啊 能夠處理所之障 好 那麼 大悲波雷常所服役 那麼這種涅槃呢 跟小聲不同 小聲的涅槃是完全激進 裡面沒有悲心 也沒有悲波雷 小聲的涅槃講 灰身敏智 身體消失以後 智慧也沒有 但是呢大聲的涅槃 有這種大悲啊 大悲的本厭啊 不忍眾生苦 不厭聖交衰的大悲 而且有波雷波雷的智慧 經常的輔助這個涅槃 那麼因為有大悲波雷呢 有時不住生死 他不像凡夫啊 在生死裡面流浪 他有波雷波雷的關照 而且他有大悲啊 不住涅槃 這是見別小秤 這個地方講啊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啊 我們可以從一段經文 稍微體會 就是到這個 佛菩薩的涅槃的境界 你比如說我們送普門品 普門品啊 武器菩薩說啊 世尊 觀世音菩薩 以原意也名觀世音 佛陀說啊 那麼若有無量百千萬一眾生 受諸苦惱 文事觀世音菩薩 那麼一心稱名 那麼觀世音菩薩 即時觀其應生 皆得協託 這就是說啊 觀世音菩薩 已經不在我們這個世界 如果套一句佛法的話 他就進入涅槃 那麼他進入涅槃 但是我們 稱讚觀世音菩薩的聖號 那麼觀世音菩薩 我們能夠得到他的價比 這表示怎麼樣 表示觀世音菩薩沒有進入涅槃 你比如說你稱讚阿羅漢的名稱 他如果進入無意涅槃 你完全沒有感應 他在疾病的狀態當中 他沒有大悲本宴 他沒辦法跟你感應道教 但是為什麼 我們能夠跟過去的佛菩薩感應道教呢 主要是 因為佛菩薩不住生食 而且也不住涅槃 所以我們能夠稱讚佛菩薩的名稱 得到這個觀世音菩薩的加倍 得到阿彌陀佛的加倍 這個地方是簡別 二稱的偏攻涅槃 那麼這種涅槃呢 利樂有情窮未來記 用而長期孤敏涅槃 那麼他的利樂有情能夠窮未來記 他能夠三生四世的 能夠利益眾生 這個窮未來記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八象成道 這個八象成道阿 如果我們看南傳所歡迎的聽點 跟我們中國漢裔的漢帝 的漢裔的漢裔的漢裔 的確是有點不同 南傳國家認為說 佛陀 他是在2500多年出生 那麼童子 那妻出家 乃至於 成道長法的入涅槃 那麼佛佛入涅槃以後呢 他們認為是入了唯一涅槃 就整個生命就結束了 也不再拿著來到三節 但是我們大眾佛法這樣子看啊 這當然覺得不圓滿 你怎麼可能說 一個佛從知良位 修了三大阿真集結 度化終身 只度了四十九年 就結束了 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就是覺得不圓滿 因地修了三大阿真集結 度化終身的時候 功德沒有用只有四十九年 就進入五一涅槃 那麼智德大師解釋這個八象成道 就解釋圓滿 他以基本二門 就是說佛陀的本門 佛的法身跟智收用暴身 那麼佛的本門呢 他能夠從本隨機 一個眾生的世界 因緣成熟他能來到這個世界 就好像月亮 月亮的本體是經常存在的 飢餓長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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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那麼千江有水千江夜 哪一個地方有水 哪一個地方就能夠顯現月亮 就比喻說啊 這個八象成道只是一時的基門而已 我們看到佛陀這樣子入面 其實佛陀並沒有入面 他永遠存在這個法界當中 我們得度的因緣沒有成熟不能看到 所以我們以基本二門來看八象成道就圓滿 就本門來說佛陀永遠沒有入面 那基門來說呢 就一起的因緣來說呢 的確是入面 那麼佛陀的出生呢叫從本隨機 那麼入面叫社機歸本 所以這樣子講的話呢 大聖菩薩 他利益終身的時間是窮未來即 時間無盡空間無盡地 用而長期過敏涅槃 雖然經常的身體功德妙用 但是他內心恆常寂靜 沒有一切的煩惱的污垢 所謂叫做涅槃 這個是讚嘆啊 大聖佛法 超越小聖佛法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涅槃的地方 始於有所不同 我們再看第二個菩提 菩提 那麼菩提呢 簡單的說就是智慧 智慧 那麼前面的涅槃 是就著我們的本體 清淨本然不生鋪面的理體 那麼這個菩提是一種 作用 功德妙用 首先我們看市民 此歲本來有人身種 而所知障礙故不生 由聖道力斷筆障故令從總其 名的菩提 其以相訊窮位來記 此其四字相應欣貧 那麼雖然 我們每一個眾生 都有人身的種子 都有這種菩提的這種種子 但是為所知障礙所障礙的嚴固 不能夠生起作用 那麼怎麼辦呢 聖道力故 這個聖道力是法空的智慧 那麼法空的智慧呢 斷除了所知障的嚴固 使令這個菩提的種子 生起的現行 那麼安利叫做菩提 那麼生起以後呢 能夠橫長相去 窮未來記 那麼永遠不退失 這個就是四字相應欣貧 開出來就是四字菩提 我們講轉八字成四字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 大言禁字 轉第八字 轉我們凡夫的第八字 而成就佛的大言禁字 那麼我們這一段呢 分成體跟用來說 先說明大言禁字的體性 再說明它的作用 首先我們講它的體性 為此心品 禮諸分別 所言形象 唯心然之 不萬不予 一切鏡像 鏡像親近 禮諸展覽 那麼這個是講到大言禁字的體性 那麼這個大言禁字 這類心品啊 這個品就是類 這一類啊 它能夠演出 演離一切希望的分別 那麼它所攀岩的形象 唯心然之 不是凡夫惡政所能夠了之的 你看金剛經說啊 我們死法界的眾生啊 每一個眾生起心動念啊 如來西之如來西見 那麼這個是說明啊 佛陀的智慧啊 這種大言禁字啊 它能夠觀察很唯心的境界 不是凡夫惡政所能夠了之的 那麼不萬不渝 那麼這種攀岩 攀岩境界呢 它不希望也不移次 那麼在一切的境界當中呢 能夠性向親近 不管是體性 不管是它的作用 都能夠親近 而離出一切的眨染 那麼這個是講大言禁字的體性 它不但親近 而且能夠觀察很維繫的境界 那麼它的作用呢 純淨言德 現總依止 能見能生 生土自淫 那麼這個純就是沒有任何的夾雜 這個淨呢就是親近無肉 那麼這個圓就圓滿無缺 它記住的純淨言三種的功德 那麼用這個純淨言啊 所謂的線型跟種子 所依止 所支持 它能夠 支持這種純淨言的線型跟純淨言的種子 而且能夠 而且能夠 能生 生土自淫 能夠顯現 能夠升級 這個生土啊 指的是自受用生土 大言禁字所成就是自受用生土 那麼這個字淫指的是後三字 後面的平等性字 成熟做字並觀察字 都是由大言禁字所顯現出來的 為什麼講癮呢 因為佛的智慧 它也是一種延伸的作用 也是如夢如幻底 叫自癮 那麼無間無斷窮未來禁 那麼這種大言禁字 升起以後啊 它是沒有間斷的 橫傳能夠升起作用 而且禁未來禁永遠不退失 一得永得 下面做一個比喻啦 如大言禁 好像大言 圓滿的禁止 能夠顯出重重的色相 這比喻說啊 大言禁字能夠顯現諸佛的功德莊圓 大言禁字 就是我們凡夫的第八四 那麼成就諸佛的大言禁字 第二個平等性字 為此心平 觀一切法 至他有情 細節平等 大慈悲等 恆共相應 那麼這個是說明平等性的體性 他能夠觀一切法 至他有情 一切眾生呢 都能夠 那麼所謂的平等 沒有任何的吃別對待的相狀 我們凡夫的第七四啊 橫審思良我向誰 有情日夜正分明 是跟我子法子相應 那麼這個時候平等性字啊 他是跟二公真如之理相應 所以他能夠觀一切法至他有情細節平等 那麼觀一切法至他有情細節平等啊 是說明諸佛的大智慧 能夠跟二公真如之理相應 那麼下面是講佛的大悲 大智悲等恆共相應 能夠生起這種同體大悲 那麼這個是說平等性的字體 就是大智慧大智悲 那麼他的作用呢 隨著友情所要 視現受用生土 引向吃別 他能夠隨著這個友情 這裡的友情指的是實地菩薩 那麼隨著實地菩薩所內心的好用 能夠視現他受用生土 種種影像吃別 就是種種的吃別的影像 所謂的 如來以現起他受用實地菩薩所批基 加替實地菩薩為他們說謊 現出他受用暴身 那麼妙觀察不共所依 這是妙觀察是所依子的根 你因地的時候啊 第七意思就是 第六意思所依的根 那麼在果上呢 平等性字還是妙觀察是所依的根 這道理是一樣的 那麼無助涅槃之所建立 無助涅槃的特色啊 就是大悲大志 由大悲故 那麼不助涅槃 由大志的言故不助生死 那麼這個大志大悲就是平等性之所成立的 所以無助處涅槃之所建立啊 就完全建立在這個平等性之的 這種大志跟大悲 這兩種功德 最後一昧相訊窮未來記 是說他這個作用的時間啊 是窮未來記 我們看這個佛的功德莊嚴啊 我們看到佛的功德莊嚴都是窮未來記的 時空無盡啊 時間無盡空間無盡啊 但是我們看阿羅漢的功德啊 好像是有限度的 時間一到拉住涅槃啊 就是禪中講就是一灘死水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跟印地花心有關 因為一個二聖生者他最初的印地花心呢 他就是觀三界如牢翼 他以視生死如焉椒 但其制度不焉度人 他的印地的花的焉就是有限量的焉 他只要把三界的生死了脫 他就好了 以這個我們世間的話來說 這個人胸要嘛 志向比較小一點 但是菩薩花眼不同 雖然我是一個生死凡夫 沒錯 但是 我呢 發起了廣大的菩提心 眾生皆盡 我願方盡啊 菩提道成 我願方成 你能夠發起這種時空無盡的焉啊 你種下一個清淨無肉種子啊 你不斷地經過資糧加盡 這種通道的栽培啊 他所開花的結果就是 一昧像是窮未來記的 所以我們看大眾佛法裡面很強到菩提心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整個大政啊 八宗裡面所共同依止的菩提心 甚至於大眾佛法講的很嚴重 你要退失菩提心啊 那麼修一切善禍都是摩也 所以這個菩提心啊 很重要的 因為你的印地花心會直接影響到你果上的功德 會直接影響到你果上的功德 好 這個地方講 一昧相敘 窮未來記 是講到這個 平等性是 能夠窮未來記 永遠不退失地 第三 妙觀察制 位置心平 善觀諸法 志向共向 無外而轉 好 好 那麼這個是轉地又是神妙觀察制 好 那麼這種智慧有什麼特色呢 他能夠觀察諸法的志向 這裡的志向指的是一他己性 好 他能夠觀察諸法的差別像 這個眾生 他的煩惱的厚薄 善根的淺身 他得度的音言 好 那麼這是一他己性 那麼這個動向呢就是嚴懲失性 他能夠照見 那麼惡空真主之理 換句話說呢 能夠 觀察諸法的 識別像 跟平等性 那麼在這個觀察當中呢 沒有障礙 沒有任何的障礙 能夠相序的轉身 這是妙觀察制的體性 那麼他的作用呢 可以分成兩類來說 色觀無量總辭之門 己所花生功德珍寶 那麼他能夠啊 色就是色慈而不忘思 那麼他能夠 色慈不忘思 那麼普遍的觀察無量的總辭法門 換句話說他能夠內心啊 意識無量無邊的佛法 把一切的佛法通通通通達 通通記在心裡面 乃至於依這個佛法 所發生的種種的功德珍寶 這裡的功德珍寶指的是 那麼禪定神通 種種的善命 換句話說啊 如果以一個譬喻說 這個醫生啊 很了不起 他能夠對整個世界裡面 所有的藥啊 通通通達 這是什麼藥 這是什麼病 把所有藥 藥效都背起來 那麼這個菩薩呢 這個妙觀察是意乎如是啊 他能夠把調伍眾生煩惱的一切的法門 一切的功德莊嚴 通通總辭 總一切法持無量意 內心能夠色使不忘思 這是妙觀察師的作用 能夠通達一切法 而且 一億大眾會 人先無邊作用 識別 接著識戰 他能夠在這個大眾集會當中啊 能夠很適當的 把他所知道的種種的法門啊 種種的善命啊 能夠把它顯現出來 種種無邊的 作用識別 無邊的識別的作用 能夠應激的為眾生 這類的根基應該說什麼法 這類的眾生應該講四弟 這類的眾生應該講十一年 這個眾生啊 好要人天果報 應該講上規五戒 他能夠知道這個眾生的病 前面是講到 知道法藥 這個是講到 知道眾生的根基 那麼 皆得自在 他沒有任何的障礙 所以呢 他能夠以道法語啊 斷一切以令諸友情 借活力的 他能夠 那麼 降下這個法語 這個佛法啊 就像語一樣 那麼 以能夠知入一切的草木 就比喻呢 我們天文佛法 能夠使令我們栽培善根 乃至使令我們善根啊 不斷的增長 乃至於成熟 乃至於脫落 以道法語 那麼斷除一切眾生的疑惑 使令眾生對佛法生起信心 那麼 使令友情眾生呢 都能夠獲到佛法的 歡喜身上波入力四種力 這個是尿觀察字 他能夠善巧的 設施一切的法門 而且能夠觀察眾成識別的根基 為眾生說法 這是尿觀察字 第四 成所做事 轉前無事成 成所做事 為此心品 為利樂諸有情故 普遺釋放 視線種種變化善業 成本厭力所應做事 那麼 這種心品呢 為了利樂諸有情緣故呢 這個有情 使得是地前菩薩 沒有登地的菩薩 那麼在整個十方世界啊 視線種種變化的生口一善業 這個就是變化生徒了 變化生徒了 那麼為這個地前菩薩 來顯現 或者是顯現千丈的今生 丈六的今生 或者隨略化生 這種生口一善業 那麼成就他過去的 度化眾生的本厭力 那麼所應做事 所應做事 所應做做的種種利他的事業 那麼這個四字菩提啊 我們也看副表 看副表 副表 文士國普通腳表第三 四字菩提 那麼這個菩提啊 釋救的作用來說 涅槃釋救的體性 清淨的體性 一般我們講說 我們要成就佛 要能夠成就阿秒多羅三秒三菩提 那麼其實佛的功德裝有很多的 那麼為什麼以菩提當代表呢 因為佛所的種種的功德的妙用 都是依止四字菩提所生起的 換句話說呢 這種菩提的智慧 是一切功德的根本 由菩提而生出佛身 生出淨土 乃是生出佛的種種的神中三昧 所以這個菩提是所有功德的根本 那麼這個菩提開出來就是四字 第一個答案精子 那麼答案精子有什麼作用呢 他能夠成就自受用的生徒 使律佛陀 那麼他很少能夠受用 常樂我盡是種功德 他自受用的 沒有凡夫的禍有苦的境界了 那麼平等心智有什麼作用呢 獻出他使用的生徒 來加批十弟的菩薩 為十弟菩薩說法 那麼承手做事幹什麼呢 獻出變化生徒 為這個地前菩薩 內凡外凡的菩薩來說法 第四個妙觀察制 妙觀察制是不獻出生徒的 那麼他幹什麼呢 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種植法門 他能夠種植啊 一切無量無變的法門 內心能夠意識無量無變的法門 而且能夠觀積鬥教 能夠散巧的觀察 眾生吃別的根基 這個鬥就適合 吃給眾生適合的教法 這個種植法門是知道法藥 那麼這個觀積鬥教是能夠知道病言 這個是妙觀察制 他能夠觀察法 觀察眾生的病 那麼這四個佛 事實上這個四式菩提啊 就總是佛的一切的功德莊園 那麼從這個四式菩提 獻出佛身 獻出佛土 那麼有這個身 有這個佛身 就能夠獻出種種的 身口義善業 來度化眾生 那麼這個是講到佛的功德莊園 佛提跟涅槃 最後我們再引用 尾四三十聖 來總結 究竟為佛的佛國的功德 此季無肉戒 不適宜擅長 安樂卸托聲 大摩寧明法 那麼這個第一祭送啊 事實上是用四段話 來讚嘆佛陀 所成就的功德莊園 第一段話 詞 這個詞是諸佛所成就的菩提跟涅槃 那麼這個菩提跟涅槃呢 他有什麼書稱處呢 既無肉戒 這個菩提涅槃呢 他是親近無肉的 沒有三界的煩惱 沒有三界的果報 沒有三界的因果 親近無肉的法界 完全是長樂我盡的四種功德 這是第一段讚嘆話 他是無肉的法界 第二個 這個不適宜擅長 這種功德妙用 不是凡夫惡聖所能夠了結 他是一種善 這種功德這樣 他是一種善垮 而且他是長 換句話說呢 這種功德妙用是 時間妙用無盡的 簡別阿羅漢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無一面盤 他是能夠橫長生起作用 時間無盡空間無盡 就不適宜擅長 安樂寫陀生 第三段讚嘆 那麼這種菩提涅槃呢 為什麼講安樂呢 因為他體性沒有逼腦 我沒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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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